作词 李宗盛 净醒了一腻 绵绵咪咪 绵绵咪咪 醉在香风里 戒着你 戒着你 有太多诗句 已落在梦里 无前的余地 沾湿了唇衣 细细里里 细细里里 洒满了回忆 全是你 全是你 我与尘封归去 情缺不能逃避 想和你结尾远离 想和你共享天地 我在人间游戏 樱花漫过天际 为你追尽去场地 把你守在我怀里 为你追尽去场地 把你守在我怀里 天师大人 皇上一个晚上被噩梦闹得睡不着觉 您赶紧去看看吧 是不是有鬼魂作祟啊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去鬼 但是您是最有法力的人啊 只能找您了 快去吧 华月儿 皇上找你 是 奴这就去 天师啊 你快去吧 晚了皇上又要生气了 是 天如镜 你师父跟荣旨到底有什么恩怨 荣旨乃是贪狼之命 天生阴险狡诈之徒 师父曾多次想要除掉它 但奈何公主贪恋她的容貌 将她留在公主府 师父便与荣旨做了个约定 除非她挽回败局 否则 她将一直待在公主身边 又是什么狗屁的面格 若真如您所言 你师父都死了 还怎么阻止荣旨 师父与荣旨的约定 由我来继承 好吧 那暂且把你和荣旨的恩怨 放在一边 现在我要你去找皇上 告诉他 你可以驱散那些鬼怪 让他以后不要再害怕了 我不会驱鬼 我才不管你会不会 你宣传自己会便时了 此事之后 我会给你足够丰厚的酬劳 我不说谎 那你师父为何依靠命格之说 匡骗皇帝 然后伤害无辜的人 师父没有说谎 他说谎了 你也在说谎 你们这般靠命向欺世道明的骗子 根本没有什么贪狼欺杀 无非就是你们谋取私利的谎言罢了 师父恐百姓陷于冰火 一直试图除掉贪狼欺杀 但奈何遭遇天前 英年早逝 师父临终前曾嘱咐我 一定要遵循天道 不可重蹈覆辙 人是不能与天意抗衡的 可我的命运 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一点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法师 那你会不会 把阿子也杀掉 玄天下只有一个 对我好的阿子了 我怎么会杀你呢 阿子 我不怕 你也不要怕 因为我会保护你的 荣旨 我想问你件事 公主请说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原本非常憎恨一个人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可是你突然发现 你们彼此是非常亲近的人 而且 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残忍恶毒 你会怎么做 公主是在犹豫 要不要贯彻原来的主张 对 我想知道 该怎么做 你干什么 你太无礼了 小心我要你的命 我只想问问公主的心 什么意思啊 你的心告诉我 她动摇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公主杀了她 会因此伤心吗 为了不让这颗心受伤 那只好不杀了 你 你说得对 杀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要改变她 公主为什么那么坚定 别人都会说我想 而不是说我要 不是我要 是必须 只有这样 我才能为自己 争取一条生路 从现在开始 周旨 谢谢你 朱雀 来 朱雀你回来了 粉黛 你是在担心我吗 你孤身入宫 我担心你被刘子叶识破 太后的丧礼 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回来晚了 其实你大可不必等我的 最近这段时间 我可能都会很忙 为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刘子叶总做噩梦 老缠着我 那多好啊 他越是缠着你 你越有机会杀他 你说得对 只是 林木最近对我疑心也很大 昨夜我陪伴刘子叶的时候 他竟然三次过来查看 所以 我还是再等等吧 我明白 那阁主那边 还希望你能替我转还 阁主已催促多次 不过我向你保证 我会想方设法 请求阁主 再多宽谢谢时日 坟黛 谢谢你 傻丫头 谢什么 我 这时候 我 再留给你 你 哪个人 那么 我 你 像是 疼 你 爱 那太太 你 有点 郎君 刘氏虽为皇族 却也是寒门出身 素兰与建康氏族不睦 公主对他们又艳又恨 为何突然邀请 当然是为了刘子业 我不明白 公主为了刘氏一族 拉拢氏族 安抚人心 这怎么可能 公主素兰行径荒唐 奢侈享乐倒是好手 拉拢氏族 简直太可笑了 支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不是谁都有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再等等 陛下 大臣们都在东唐 等着你上朝呢 陛下 我才不去呢 不去 不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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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们都在东唐等着 你上朝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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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出去吧 你都一个月没上朝了 陛下 陛下 真的陛下 你要是再也不出去 救不去 你要是再也不出去 都不去 他们就冲进来了 陛下 陛下息怒 陛下 陛下 息怒啊 陛下 我就不去 快 陛下 就不去 陛下 阿紫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吧 法师 谁惹你不高兴了 谁让你在这儿的 滚 下去吧 下去吧 阿子 我这几天 一直在向你 给我讲的鬼故事 我觉得又可怕 又好玩的 你再给我讲讲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给你讲一个 别的故事 好 我跟你讲的是 咱们先帝 刘豫的故事 为什么要讲他 阿子 我以前听那些 白胡子老头说够了 不要想他了 阿子跟师父讲的不一样 师父 讲的是枯燥的历史 但是 阿子跟你说的 是先帝的趣事 听不听 有多有趣啊 传说呀 先帝降临那年呢 是大旱 可是 他降临那一天 突然下雨了 灾情得到了缓解 后来很多人就说 先帝 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 可是他长大之后 却家庭贫困 要以卖草鞋为生 这个老师以前没讲过 当然不能讲了 我们刘家呀 以前是寒门出身 老师是臣子 他要这么说了 那可是大不敬 然后呢 阿子你继续讲 后来先帝啊 就投身军旅 然后 他就立功 当上了参军 后来呢 别人送了他一个 琥珀的枕头 可谁知道 他当场就给砸碎了 要把他用来 给那些士兵 作为治伤的药 肯定是他不识货 不是的 后来有一次啊 先祖呢 在一次战役中 坠马了 险些丧命于乱军之中啊 结果之前那些 被他赠予药的人 就偏死地保护他 这他才捡回一条命来 古人云呢 投我以木瓜 抱之以雄聚 如果不是先帝之前 礼贤下世 就怎么可能让那些士兵 舍生忘死 隋法师 你要记住 不管你是不是 高高在上的皇上 一定要对别人好 这样人家 才会千倍 万倍地来回报你 阿子 你说得比他们说得多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啊 后来呢 有个人想迷惑先帝 公主 不管你如何劝当 都不可能让一个病如膏肓的人痊愈 是 法师只是个少年 所有人都骂他是昏君 可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 能有什么效果 但我会尽力而为的 你这么做 是违背天道 毫无意义 天如镜 那你走你的天道 无则我的独木桥 咱们各凭本事 公主最近一直忙着整理这本册子 我请人记录下来了 这是公主整理各朝皇帝的事迹 有先祖皇帝打江山 有明君执政 还有昏君物证的故事 都特意挑选了历史去世 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讲给刘子叶听 潜移默化教导他做个好皇帝 也不知刘子叶杀了多少 这样直言劝谐的大臣 公主这是打算另辟蹊径了 难怪 他一回府里 就开始查阅那些历史典籍 还找叔叔先生取经 还将这些故事一个个整理下来 一直忙到深夜 天一亮又入宫去了 忙到深夜 想不到他为了刘子叶这么用心 公主聚会准备好了吗 是 桓远一直尽心尽力地准备 我听说他最近在寻找铭琴 辛苦你了 去休息吧 是 秦始皇 江山一桶 千古一帝 毁于赵高胡亥之手 提醒法师 小心化愿 无赖刘邦 战胜向往 精英善于佣人 精于斗志 面后心黑 提醒法师 少动手 多动脑 学姐 师父 帅 又来 又来 公主 进来吧 公主 你的嗓子已经哑了 如果继续喝凉水 待会儿就说不出话了 张开嘴 公主 你不张开嘴让我怎么检查 还是希望一直好不了 说话时间太长 回来又不曾好好休息 伤了喉咙 我这里有专门保养喉咙的药丸 每天服用一次 记住不要再说话 以免伤伤加伤 那不行 不管你想干什么 都要先保护好自己的嗓子 如果继续这么乱来 以后都别想再说话了 三日后不是要广妖名流吗 到时候再说不出话 才是真正的事例 好吧 我听你的 不过 你要在夜会上跳舞 第二件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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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人 上茶 这是什么 可以清心意 这五个字 润染在这杯茶水中 还真是绝配啊 不对 分明是清心也可以 你们说的都不对 应该是也可以清心 诸位说的都对 无论哪字开头 都是句完整的话 巧思不对 有意思 诸位 我叫郎君来了 诸位抱歉 睡得入眠 来迟了 你不必抱歉 我等成幸而来 赏舞又听取 还有如此新鲜的瓜果可以吃 还他不易月护 你在雨不在 我们都感激你的一番安排 可惜 可惜啊 什么可惜 琴内有名闻 童子何经 此乃司马相如之律企 如此鸣琴 却露入一个污浊之人手里 这不可惜吗 这位萧郎君 果然是认识山音公主 说不定还被他调戏过 才结下如此仇怨 今日我如果能让他心服口服 岂不是白来一趟 这的确是律企 只是接着为难他了 被一个不入流的演奏者弹奏 真是饱受折磨 这等庸俗之音 实在是浪费了一把好琴 狂妄 新年曾有人以千金换得 萧郎君一曲而不可得 你怎么可以对他如此点损 实在狂妄 好 为了法事 我也得打入这明世阶层 让这些眼高于鼎的人物 向我扶手 今日一战必须成 我以为有什么新鲜名堂 结果也只不过是 刷刷嘴皮子而已 我不愿意跟你这种 物浊之人共享这一片竹林 在这里待下去 连空气都要物浊了 告辞 小郎君 你很喜欢这把琴 自然 可惜你配不上 这把绿琴 是我花了万金买回来的 可惜了 landscape 水 水 雨 雨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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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端端的一把琴 怎么能因为一时暴怒而砸呢 义气之争啊 郎君万金构琴 如今砸了 自有砸的道理 你干嘛 一把被俗音玷污的琴 又何必挽留呢 你说我弹的是俗音 那你自己弹看看 不是厨子就不能品尝了吗 你抚琴的技术确实无可挑剔 可是我想问 你的琴心呢 萧郎君我问你 琴是什么 轻微淡远高山流水之声 乃是最为出臣的 可是你呢 你拿琴做什么 替自己竹鸣 替人演奏 宫人玩耍 你这人真不知好歹 萧兄为我等伴奏 乃朋友之意 你懂什么 谬论 追鸣竹鸣 以琴为器 我在你的琴声里 听不见忧远的情怀 也听不到淡威的深意 除了纯粹完美的技法之外 空无一物 孤傲之心闭目 孤芳之心色耳 孤寒之心绝琴 可 你的琴心去哪了 司马向儒用绿旗表达爱意 可是你呢 却当他是卖弄的工具 当别人以千金郎的别称赠义之时 竟还沾沾自习起来 琴辈你这样的人演奏 当然要毁掉了 我成名已久 早已不负婉儿出心 多谢榜河 是我错了 紫楚兄 你是个胸有千鹤的人物 我不及你 能让千金郎心服寇服 紫楚兄 的确不凡 虽可惜了这把鸣琴 不过能听到二位的辩论 也算不需此行了 郎君 有一位自称中年年的女郎求见 中年年 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 中年年 文明健康的稀释美人中年年 快请进 快请进啊 年年不请自来 请宽恕 女郎果然名不虚传 只是不知道你为何而来 听闻楚颜主人买了绿琴 年年貌美 特来求见 女郎来晚了 明秦已回了 女郎 你这是 这琴原本在我家女郎手中 她本打算寻找音乐 脱离封臣才会出售这把绿琴 既为明秦则主 又为自己则续 怎么 怎么就坏了呢 女郎选择哪位郎君做丈夫 我们 怎么都不曾听说呢 就是 陆屋女郎 那以后再建康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还不如追随女郎而去 是啊 女郎 你不能抛弃我们呀 我让你寻找一家明秦 怎么会是她所有 有人高价当街叫卖 我也不知道她原来的主人是谁 你是玉郎君吗 你购得了这把琴 是 妾言将这一生 托付玉子楚 莫非 郎君嫌弃贱妾 此身卑贱 配不上你 女郎的美意 这个不行 子楚兄 年年是建康城最美的女郎 她愿意将终身托付于你 你就不该拒绝 郎君不必弃此推托 横竖你是不愿意要我的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只是 我与女郎从未见过 恐怕会耽误你的一生 恕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您您相信缘分二字 郎君既买了我的琴 就是有缘人 我有自知之明 不求成为郎君姬妾 但愿常伴左右 为奴婢也可 不不不不 这真的不行 这 女郎 你不要妄自菲薄 我相信 只要你耐心等待 一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女郎 对 女郎又不求正妻之位 违奴婢都不可 你可知 有多少人爱慕我们女郎 在座数位郎君 都曾百般讨好 你却当她是蒲草 你太过分了 你不但抛弃了女郎 更践踏了所有郎君的尊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再说了 都是我的错 打扰了聚会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在健康出现 更不会脏了郎君你的眼睛 我 我 这 如此伤害家人 小心天打雷屁 我不知求欣了多少次 年年都未曾理会 你竟然敢玷污我心中的美人 呸 今天吃了你的瓜果 呸 还给你 走 走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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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海水 梦游游 去愁我 一愁 南风 只我一吹梦的喜忠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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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郎君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子楚的身份 如此巧妙的安排 无疑不是恶赌物对起来的 拥有这样的权势和彩礼 必定出身皇族 只是我没有想到 居然是一位公主 不过 这终究只是一场宴会吧 她为何要如此恼怒呢 公主为了这个宴会 买来整个健康城的冰块 少数冰镇瓜果 多数藏于附近任其融化 可见诚意十足 如今办杂了 当然生气了 公主如此煞费苦心 可是为了拉拢健康士族 可惜啊 全毁了 她所有的努力 都被中年年一个人毁掉 当她准备这一切的时候 肯定没有想到 一个被众人追捧的美人 会突然垂青于她 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若她接受 就等于与全健康的男人为敌 若不接受 伤了美人的心 结局也是如此 对于美的追求 能令魏界被砍杀 又为何不能被重臣所厌弃 你一早就知道 公主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知道 公主 中年年将会离开健康 还留下了一封书信 什么书信 她说 她被你伤透了心 再也不想留在健康了 还说 说什么 她说你只要在健康一天 她就永远不会回来 这个坏丫头 我到底哪儿得罪她了 竟然这么干 还有更糟糕的 参加宴会的那些名流们放话了 说只要你在健康一天 见一次 打一次 混账 我费心费力招待他们 竟然抵不过一个女人的谎言 简直气死我了 公主 事已至此 生气无用了 只可惜 你拉老健康士族的计划 可能就无法达成了 士族不行 还有数族寒门 我会让那个背后的破坏者知道 想让我死心 没那么容易 是 今天先到这儿吧 那我走了 嗯 我也出去走走 你站住 怎么了 你老实告诉我 你日日进宫给刘子叶讲史 到底是为什么 我没有讲史 那只是一些小故事 讨得欢心罢了 那你为什么要管要健康士族 想方设法拉拢他们呢 我是为了新政铺路 你骗人 粉黛 我若不是为了杀刘子叶 怎么可能会浪费这么多心力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你到底有没有杀心 我看不出来吗 你根本就不想杀刘子叶 为什么 刘子叶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少年 我可以想办法 让他改过自新 当一个好皇帝 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 你想啊 与其换一个新皇帝上来 不如好好管教他 让他改邪归赵 你这是异想天开 若是阁主知道 第一个就是要了你的命啊 那你会让阁主知道吗 就算我帮你隐瞒 又能隐瞒多久 不行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粉黛 你要是告诉阁主的话 我只有死路一条 你要眼睁睁看着我死吗 好 粉黛 我求求你了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试 我一定会成功的 好吗 好吗 公主来了 我的钱 反正都砸了 总要用什么 见面分一半 本来就是给你的 不要啊 谁说我不要 你怎么知道我会过来啊 公主精心筹备的宴会 如今半杂了 肯定很生气 我想你一定会出来转转 那你怎么知道我饿了 公主在宴会上滴水未沾 这你都知道 我在看着你啊 那你不怕 猜错了 白忙活了 愿者上钩了 好闲啊 你是不是味觉有问题 岳杰妃 帮我把水拿过来一下 好 好 抱歉 我和别人味觉不同 你吃得有些咸 我却觉得它有点甜 为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和常人一样 后来常毒要常多了 就变成这样了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 这么多年 也就这么过来了 是 毒药 是 因为我与别人味觉不同 也练得一首好厨艺 只不过偶尔 没有把握好调料 也算是因祸得福 我刚刚靠到太近了 幸好郎君支开了岳杰妃 刚刚你有听到公主说话吗 如今我可以肯定 就算他有一模一样的疤痕 也绝对不可能是刘楚云 为什么 皇室子弟从小活在阴谋之中 很多人服用微量毒素 以抗奈有性 公主却茫然无知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假扮公主什么目的 以他维护刘子叶的举动来看 他想守住刘氏江山 如今文有代法兴主持朝政 无有沈庆之控制军权 我们想要搅乱朝野 恐怕 莫乡啊莫乡 越是看上去铜墙铁壁 越是不堪一击 郎君有妙计 那个给我 这个 对对对 别放那么多 放那个 法师 难得沈庆之让你出来玩 开心点 是让我出来了 废教总也跟着我 他是 道治中心耕耿 就是烦了点 阿慈 你坐好 坐上去 我困了 那睡吧 阿慈 别闹啊 这个少年 不胡乱杀人 安静睡觉的时候 真可爱 阿慈 我们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小时候也是这样 在花园里 我躺在你腿上睡觉 别人都不爱理我 只有阿慈你愿意和我玩 死去遭避罚我的时候 也只有阿慈你帮我求情 阿慈 不管你要什么 我都会满足你 阿慈 法师 要是你知道 你心目中最好的阿慈 和别人一样利用你博取权利 你还会这样依赖他吗 法师 阿慈只希望 你以后不要乱杀人 当个好皇帝 好不好 好 好 真的 够了 快过来呀 刚才我 那天也知道了 快点 我们过去跟他们一起玩好不好 好啊 走 快点啊 来了 找不到 来 来 好 会不许唱童谣啊 会 唱一个 唱好了有奖励 正皇帝 假皇帝 宫中有二弟 朝天子 少天子 相公出天子 正皇帝 假皇帝 这童谣是哪儿来的 是我们大家都在唱的 健康的大街小巷 大家都在唱的 朝天子 少天子 相公出天子 相公出天子 正皇帝 假皇帝 宫中有二弟 朝天子 少天子 相公出天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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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若如初相见 相见不如多怀念 江南烟雨昙花一现 都在细雨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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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再见你一面 肃及我所有的依恋 在空中换一个圈 祈祷着爱能永恒不变 好想贴着你的脸 贪婪你的每个瞬间 别问透了多少脸 回首都是我的 泪液 别问透了多少脸 透了多少脸 回首都是我的 泪液 好想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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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贴